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说起星星 大家第一印象就是聪明 由于星星的长相跟人类十分的相似 并且与人类基因相似度高达96.4% 所以人类也把大星星当成近亲 认为人类也是大星星变异进化而来的 大星星是林长墓中最大的动物 它们大多数生活在热带雨林中 食素 我们一般见到的大星星都是全身幽黑 身上都是浓密的毛发 但是在美国有两只大星星身上光溜溜的 就像人类的皮肤一样 这是变异了吗 其实这两只黑星星在出生的时候 跟同伴没什么两样 有一身美丽的皮毛 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毛发开始掉落 后来越掉越多 直到变成一个秃顶 饲养员请来了兽医为它们做检查 发现星星的健康没有什么问题 于是猜测这两只星星掉毛 可能是基因变异造成的 与众不同的它们受到了动物园游客们的欢迎 每天都有络绎不绝的人前来观看 五毛猩猩是世界上最珍惜的动物 甚至还有土豪愿意出30万美元将它们买回家 但是被动物园的饲养员给拒绝了 因为没有毛 这些猩猩更像人类 肌肉也比人类发达得多 所以很多来观看的女游客们都不淡定了 感觉它们就像是没穿衣服一样 看久了还会脸红呢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话请点击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